我覺得低延遲效果很好 發音效果真的不錯 這個產品我一定會買 歡迎大家來到X-ROM新品試聽會的現場 我們今年要發表的重要的 新品AERO PRO低延遲降噪耳機 我從X-ROM一代就有用了 因為一代沒有降噪的功能 所以我後來又買了VOCA 從AERO 1開始吧 然後再來就是VOCA 然後再來就是試聽這一款 蠻不錯的 就好像就是蠻像那種帶有限耳機的那種感覺 就比較沒有那種延遲感 我覺得低延遲效果很好 然後尤其打遊戲的時候 基本上提到來說沒什麼延遲 我們剛剛測試那邊 新的話就是幾乎感覺就不到有延遲的問題 發音效果有還蠻好的 發音效果真的不錯 環到音效果跟低延遲降噪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有提升很大的感覺這樣子 音場關掉之後的聲音會變得比較平 但是音場開了之後 我是真的可以感覺到說 聲音是從四面八方不同的方向傳過來的 環到部分的話有看那個電影 那尤其是電影的部分真的是蠻好的 對然後前後的升降調整我也有嘗試 那它的重低音還有它的爆發出來的音量很有power 剛剛試聽的一些遊戲場景的一些影片 真的覺得很震撼 降噪效果頗滿意的 非常滿意 很明顯 這個我就覺得很不錯 這一款的部分已經明顯的音質有提升 音質都還不錯都很清晰 對剛剛試下來感覺不錯 所以這個產品我一定會買 兩款遊戲 對我們來說 是如果我們買不買就可以 我們就買不買 這個資訊